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美国股市被经济衰退的乌云给笼罩 美元指数升破了106 外资恐怕继续地撤出亚洲市场 甚至台北股市吗 但是美国股市昨天晚上走势 其实蛮惊奇的 尾盘是拉台V转 指数跌点大幅的收裂 可是股民们今天就完全不懂了 为什么台北股市还在跌 在跌个什么意思呢 台积电今天股价 一度的又来到了前低 435块钱 半导体的几个大咖也陆续的试景 难道说7月中的法收行情 真的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吗 马上欢迎今天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欢迎分析师王兆丽 兆丽哥午安 明君好 同学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郑伟群 伟群老师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第三位欢迎分析师邓尚维 邓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 大家午安 台北股市今天跌破了万四 万四保卫战这几天很关键 股民们都到底在问说要怎么办呢 大声呼叫国安基金叫人 到底什么时候才要互盘 我们现在看美国的状况好了 美国担心经济衰退 几率大不大呢 我们几个数据请赵益老师 跟大家继续来解读 但现在产业问题是 半导体持续的出现利空 好几个利空一起来 要怎么解读呢 尤其台积电跟联发科今天弱 不过唯独一个好现象是 他们没有再破底了 股民们能够稍微的安心吗 另外脆弱的面板股 报价只跌不跌了 友达群创了出现一线生机吗 请问赵丽老师对各个产业的解读 七月份开始了 真的要靠做梦行情了吗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生技股营收陆续公布 创下了报表的新高 昨天合一药华药股价大涨 今天换谁 国光升接力涨 市场资金开始捧场了 但是同样是营收好棒棒 IC设计怎么会利多不涨呢 难道是做梦做得不够大吗 我们请问郑伟群老师 大盘落底讯号已经浮现了 很多专家都讲了 但指数怎么还不涨呢 融资减了指数跌到哪里才算有支撑呢 那么假设反弹又可以谈到哪里去呢 今天工业电脑这个很强势的族群 也都抵挡不住脆弱的信心 股价拉回了 但是如果工业电脑股价拉回不破支撑 做梦行情还踩 投信还在买 你敢布局吗 追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五期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今天万四不保了 大家说不能铁破万四 铁破万四可能这个 指数又有继续下探的风险 真的是这样子吗 今天礼拜三周旋结算 所以指数是难免会有一些震荡 但看起来 就是一路往下的方向了 目前没有什么多大的改变 大盘今天又跌了超过300点 中场下跌363点 收13985破了万四 量2467亿元 好 包含了今天 这个半导体部分 除了是重灾区之外 连台速四宝 难道是因为油价大跌 让台速四宝也承受了压力吗 南亚帖息跌8% 台速也跌了7.4% 但还好的是 我们鸿海跟台积电 鸿海守住百元大关 台积电并没有破底 这是黑暗当中的一丝曙光吗 老师我想问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全球的通膨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但是至少看到触顶的迹象 但美国现在到底在怕什么 又在怕什么 军际衰退的风险 油价达 需求大减 大家恐慌性的这个卖盘又来了 昨天美股大跌之后 可是尾盘出现了V转向上急拉 跌点大幅收敛 台北股市今天照理说不该这么弱 我们怎么还会比美国投资人 更加的担心害怕呢 对 没错 我想台股的弱势 其实最主要还是来自于筹码面的部分 其实要讲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们先从欧股来讲 从欧股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美元指数是大幅的升值 欧元的部分来讲 当然是出现大幅的贬值 好像说欧元跟美元已经快要一比一了 好可怕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大家发现的是说 其实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就是说从汇率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大家觉得欧元区的部分来讲 有可能经济衰退的概率相对上来讲更大 所以就出现了欧元大幅的一个贬值的现象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 其实你说经济数据的部分 其实欧洲昨天并没有公布 什么太重要的经济数据 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官员出来讲话 结果汇率产生这样的情形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目前我个人觉得 因为大家恐慌 盘面上真的恐慌 所以只要空头一有乱放消息 所以其实经管会的部分真的要去查 我觉得 空头一有乱放消息 股价就出现了大跌的一个走势 尤其台湾是潜碟型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很容易受到这样的冲击 好 另外一个 美股的部分来讲 其实它昨天公布的经济数据 五月份的工厂订单 其实它是优于市场的预期 公布的结果是1.6 结果市场预期是0.5% 你说好不好 其实也真的好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然美股的部分后面 公布完之后还是跌 之后来讲 美股科技股 就出现了上涨的一个走势 等一下这部分我再跟大家讲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 你其实从这一点来看 你去观察美股的 所谓的一个四大指数的部分 除了废半稍微有破底 不过昨天也拉起来 从这个时间点你去看 其他的美股的指数的部分 并没有出现破底 现在指数大概都是在这个地方 你低点还有一段的距离 你去看韩国股市的部分 稍微有破底 可是也破一点 不像台股真的这么惨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台股真的是因为 超跌 对 就是说整个 因为台湾的投资 一般的投资人真的比较多 又使用浓资的部分 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就是说 你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你就是控制好持股比重 我想其实跌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真的是有超跌的一个迹象的 好 台北股市这一波特别弱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 全职占最大的台积电 股价就激弱不振 那我们先从大环境来看 FOMC名城开讲市场很忐忑 那大宗商品价格其实有回落 通膨有望触顶 黄小玉都大跌 也重回了恶物占前的价格了 那现在在担心什么 经济衰退 因为油价跌了超过8% 花旗说如果衰退 油价下滩65美元 油价跌照理说 对通膨降温是好事 那又有另外一方在担心说 经济就是会有衰退的风险 美国昨天也出现了 二年期跟十年期 国债值得利率有倒挂的情况 就是经济衰退的前兆 那这个是大环境 经济总经验的部分 那是产业方面呢 也是有一些大咖出来试景了 英特尔讲下半年杂音多 冻结人士 回答挖矿退潮 砍订单缩边 美光也讲 产业需求 环境已经转弱了 这些公司都跟半导体 有很大的关联性 那台积电怎么看呢 他们自己公司在法社会之前 是没有做出任何的看法 但是很多的大事 已经出来先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多金龙老师说 涨了13年 目前修正6个月 以经济附加价值 估合理价307 淡江大学的金融系副教授说 下半年营收可能会往下 合理价410 台积再补刀 降频连电还有世界先进 好 老师 我们先从大环境来观察 大家再来解决台积电 通膨有没有触顶的风向 那如果触顶的话 为什么股市还会跌呢 对 没错 我想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说真的 大家当然目前来讲 比如说通膨 升息这一部分 其实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这部分来讲 其实说真的 已经对大盘的影响性 基本上已经解除了 因为你看到CRB的部分来讲 其实今年以来 它总共涨了17%的水准 那最近来讲 跌了块5% 对不对 纽约原油期货的部分 大概也是相同的情况 那小麦的部分其实也跌 对不对 涅价之前嘎空之后 现在来讲 也出现了下跌的一个走势 今年当然还是涨9% 然后涨9% 同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觉得市场 有时候就这样 就是同跌大家就说 因为它是基本金属 就是工业之母 对 所以需求不好 那我问大家 涅呢 涅今年还是涨9% 你不能说因为桶 对 涅也是要用 对 我就说 其实我觉得市场的解除 就是其实原物料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 基本上它会趋向于弱势 就是说这个地方来讲 不管你说未来需求 比较有疑虑等等 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不管是纽约原油期又好了 在100块你觉得 就历史的角度来看 100是相对高还是相对低 高嘛 肯定是相对高 小麦的部分也是一样 这个都是因为俄乌的战争 对 涅价的部分也是因为俄乌的 那涅价现在的价位 在历史的水位来讲 是高还是低 还是高 不然通膨不会那么高 所以你说就 未来假如大家对前景有疑虑 不要说一定衰退 其实肯定这些 基本上来讲 它都会偏弱 所以在它偏弱的状况之下 你觉得升息的部分 其实你从费德华去来看 其实你都很明显的 都已经发现到 就这一块真的已经不是 什么太多的一个问题 连黄金的部分 今年也跌了1%的一个水准 所以只是说因为这样的跌 大家就会想 未来的经济是不是衰退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都会趋向于低 因为它们的位阶 真的在长线 还是属于相对高的一个位置 就是跟历史长线来看 对 价位还是相对高 对 没错 还是相对高 如果说商品价格 已经慢慢的趋向正常化的话 现在市场担心的是什么呢 几个指标来观察 对 因为昨天来讲 美元指数是真的创高 那其实在欧股的部分 当然也一开始重挫 那美股的部分 一开始也是直接跌 然后之后拉起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假如真的经济衰退 好 我们先看几个指标 因为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说 美元大家必行都往去美元 所以经济衰退说 你看欧股重挫 对不对 那今天台股大家也担心 因为经济衰退 那我问大家 那NASDA 那肺斑为什么会黑翻 对 对不对 好 那光在殖利的部分来讲 当然它跌 跌大家会说 那资金的部分又往再次 因为怕未来的经济衰退 对不对 你这样讲好像有道理 有一点道理 对不对 好来 那我们看比较没有道理的 假如欧元区的部分来讲 它的经济衰退 比美国的概率更高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升息的角度 也比美国来得小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意大利十年期公债殖利 这个是欧洲五国 对 那基本上来讲 应该没有人要买吧 欧元区假如经济衰退 那这些国家不是更麻烦吗 对 那它不是应该要往上飙吗 对 对不对 因为它的债务 有可能搞不好又真的 欧债危机又出现 可是它也没有 它也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就 其实我觉得不尽然 那你看恐慌指数的部分 当然也没有 恐惧与贪婪指数 也没有上高 对 大概在这个地方 比特币还是维持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的意思说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对 那美股的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刚刚有提到 你比如说像NASDA的部分 其实离前波的低点 其实还有一小段的一个距离 那我的意思说 假设未来的经济 大家现在定价 当然有部分反映 未来的经济衰退 这个是肯定 不然这一波股市不会跌成这样 那只是说 假如真的更确定 未来的经济会衰退 那我问大家的问题 Apple不会跌吗 因为这种科技股应该会跌吧 对啊 消费电子大宗 对 因为大家应该是往公用事业 一些其他的比较防御型的股票去 你可以看到Apple的股价 也慢慢的有一点底部的讯闹 Amazon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相同的状况 它也没有出现破底的走势 那另外的 Microsoft的部分 其实也没有破底 它的底点在这边 Meta的部分来讲 其实也大概差不多 对不对 那Google的部分来讲 之前的底部更是在这边 也是没破底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美国科技股 目前当然以现在来看 真的感觉起来 你觉得大家对于 未来经济衰退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的 概率不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那只要他们走稳 因为毕竟他们是五大奸牙 只要走稳之后 其实就会有 指数就会有震荡反弹的机会 那台股的部分 比较麻烦就是 台积电不涨 联发科不涨等等 这些就是 这些股票不涨 就大家这些不敢买 因为没信心 对 所以台股要走稳 肯定要这些 就如同这五大奸牙股的部分来讲的话 假如走稳了 我相信美国科技股肯定会走稳指数 那台股的部分也一样 你说台积电 粘电这些 粘巴科这些不走稳 天天在这样跌下来 谁敢买股票 大家不敢买股票 大家会更怕 所以我觉得台股的部分 你还是要观察这些的指标 那当然你操作其他的族群 或次族群 只要这些股票真的又落下来 大盘又真的 我跟你讲你拉上去之后 往往都还是会杀下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低持股比重了 看整个盘面真的稳定之后 再来进行比较加码的一个动作的 那我想问老师 你刚才讲 就包含了通膨的压力 现在对于国际股市来说 干老的因子 跟占的成分越来越低了 台肺股市的问题出在包含了台积电 联发科联电部长 跟他们融资不退有没有关系呢 因为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才讲到 海基电话联发科 这一波下跌大概超过四成 可是融资是不减反增 那大盘的状况这么弱 也跟融资你认为筹码面的不安定 还是有很大的关联吗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还是在维持率的部分 其实这一波下跌以来 其实融资减肥的幅度 早就超越了所大盘的 可是它还是没有落底 最主要是因为你的维持率 假如就是在140%附近 像你昨天 其实昨天跟前天 融资为实率 因为有的现场的 有的去追缴的 所以让它的融资为 对 上而拉起来的你知道吗 好 不容易昨天拉到144% 这个是这个系统所显现出来的 结果今天又大跌下去 你看 有可能又来到140% 那你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常常让这些使用融资的人 一下子又担心 我又要追缴 又要缴钱 那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盘怎么会稳 人家这里也不想玩 对 人家越来越害怕 所以你要让盘稳 你不能像今天 今天没台没价 又跌300点 300多点 你如果说今天没台没价 就50点 70点 对不对 大家还敢买股票 你今天跌个300多点 我跟你讲 买的人又吓死了 你知道吗 又想说明天不知道要怎么办 你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就要等盘慢慢的走稳 维持率假如慢慢的上来的话 其实整个投资的信心 就会相对比较恢复 好 那除了筹马面来关注之后 我们看一下几个利空 赵老师给我们 帮我们解读一下 这一个是半导体的部分 我们就很 很 为什么台积电 联发科 联电不涨 因为一些大厂 都觉得下半年的状况 有点不太妙 老师你怎么看 对 其实我觉得 其实股票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会 会怨天游人说 台积电为什么不强 对不对 联电为什么不强 联发科你强一点 对 重点来了 当它跌下来的时候 很多投资人还是选择卖 你有办法 当然我们不能怪外资 对 对 当然外资卖的张数当然更多 可是我说真的 大家信心度也不够 一跌下来大家就想砍股票了 不然有的就想放空了 所以我觉得也不能 那些的利空 到底是真的利空还假的利空 还是之前就已经有的 你说英特尔好了 英特尔你去看它的股价好了 其实说真的跌成这样子 当然昨天有涨 有反弹 英特尔你觉得它是一档 很重要的指标吗 现在连外资 连美国自己本身看英特尔 都不是看得很好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拿来跟台积电做比较 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 所以它再怎么有杂音 其实说真的 应该是影响性不大 因为它主要来讲 还是在PC的部分 那PC大家其实早就知道 那美光的部分 也是说PC 也是PC 智慧手机 智慧手机 这个也不是今天的新闻 其实这个也是 之前就有的新闻 第二个的报价 其实说真的 也不是现在也跌了一段 那当然好的一点是 终于来讲 昨天也出现了反弹的一个走势 那抄委的部分来讲 你看PC NB 也是看PC觉得 比较不好 大家都知道 因为后疫情实在就没有 PC的需求 所以其实我的意思说 股价都跌了一段 这些都 当然今天有止跌 今天收盘有止跌 有上扬的一个迹象 那能不能止跌 当然必须加以观察 然后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因为真的 大家信心不够 所以现在对于一些利空 都会扩大去做解读的 一个动作的 然后另外一个讯息 请教育老师问一下 这日圆狂扁导致 日本的半导体材料涨价 那会不会对我们这些 台积电 联电等等 机缘制造商 也造成成本的压力 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有时候 你看空头 真的也是满厉害的 我觉得真的厉害 然后解读也是很厉害 假如这个消息是真的 那我问大家 那细菁源 甚高要调涨细菁源三层报价 那今天细菁源 应该是利多吧 正面的吧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今天细菁源 其实也大家都是在点 它油量涨 它还是要涨价 对不对 就是细菁源的部分 那三幅化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基本上来讲 应该也是正面的 对不对 可是你看到今天的股价 也是点 那你假如说 这个消息不是 是假的 那其实应该 联电 台积电 也不应该是这么的弱 那你看今天的台积电 联电 也出现了下跌的一个走势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认为 这一篇最主要就是因为 半导体耗材这些要涨价 所以他认为 台积电 联电 金源 代工 这些会受到这样的冲击 那其实我们再反过来讲 假如如同大家 现在对未来的景气的看法 是比较谨慎 认为它的产能利用率会下来 那我问你 这些调涨的层吗 这些耗材调涨的层吗 纵使现在让你调 之后你还是要降 所以我的意思说 其实我的意思说 大家看到这些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来讲 都是往负面的消息去 所以形成了股价的 一个弱势的一个表现 那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毕竟 他们还是有 他们投资的一个价值在 那只是说 当然在现在其实很恐慌 那我觉得其实 就是说你少量持有 基本上来讲 其实是OK的 好 那另外呢 比较弱的面板族群 今天也是很多投资人 都想要问的 面板的报价 终于出现了 止疊的迹象了 包含了这个 尤达跟群壮肩的表现 都还算不错 台面上面 如果最弱的指纹呢 这报价已经回到疫情前去 我们昨天讲的是 记忆体族群嘛 对不对 不要再看了 面板骨 报价的回稳 股价的指纹 对于这个族群来说 或者是大盘来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对 没错 我想 尤达这一些股票 其实说真的 真的跌得蛮重的 对 那蛮重当然 他们因为股价都是领先 所谓的基本面的部分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报价还没见顶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股价 早就都跌一段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假如报价慢慢的 有的可以持平或跌幅收链的话 那其实对他们来讲 相对而言 他们会有打底的一个机会 那只是说 他要大幅的一个反弹 当然他有他的难度 为什么 因为报价的止跌 或者是报价的跌幅收链 这个并不代表 他就一定会往上 出现大涨的一个手势 他要预期未来的部分 报价除了持平之外 要往上开始 报价要开始往上 持平之外还要涨价 对 假如说我只是最坏的过去 我只是一个持平 就是说之前跌幅很重 比如一季跌个15% 现在跌个5% 那你只能说最坏的过去了 对 那这部分不一定 他会让它形成大涨 他有可能 有机会让它足底 所以我觉得 这些股票来讲的话 应该慢慢的有机会 进入比较整理架构的一个格局了 好 那以上是赵毅老师 今天针对了好多的族群 包含了大盘 美国股市台股线的状况 还有半导体 目前面对的利空怎么样来解读 另外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很弱的面板股 报价指纹还不够 要指纹之后 慢慢的反弹向上 这个面板股才有机会 有这个足底的形态出现 现在大盘很弱 大家都很恐慌 也没有信心 但没有关系 我们降低手中的持股 保持滴水位 等待机会找这个大盘 甚至美股台北股市 有落底序话的时候 展望好的 基本面好的相关族群 老师在Lite里面 都会跟大家来做分享 还要讨论了 如果说你对你手中持股 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在老师的大头娃娃 用手机扫一下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 把你的这个持股问题 跟老师来询问 相关的内容跟产业动态 老师在Lite里面 都会跟同学们来做分享 7月份的行情到底怎么走 真的要来做梦吗 最近强的是什么 工业电脑 工业元宇宙 还有生技股 好 生技股的行情 一棒接着一棒来烧 昨天合一要花要强势 今天轮到了国光升 营收好股价就按赞 但为什么IC设计 营收好股价 却暗自的落泪呢 难道是做梦做的不够大吗 广告回来请问郑伟群老师 休息一下 择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7月份做梦行情 生技股还可以继续来 做个美梦吗 来看一下我们昨天才讲这个 合一跟药华药 老师说生技股指标 药宽药华药 只要他还在高等的话 生技股都有机会 昨天人家掌平板 今天休息一下没关系 但是小老弟继续来接棒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巧喔 韩股最近也是弱 但是它的避风港同样是生技股 韩股今年来跌21% 亚洲最惨的 6月CPI6% 创24年来最高纪录 龙头股三星今年崩27% 跟我们台积电一样 可是快筛的速德百森 这五天涨了12% 疫苗股这五天涨了10% 我们台湾友谊党疫苗股 表现很不错 国光生做的是流感疫苗 也是我们的国家队 东欧大陆流感疫苗需求增加 6月营收4.9亿 年增超过6倍 投信这10天买超836张 今天股价很强势 一度要来挑战涨停板 那药华药部分呢 老师昨天有些预告 因为它6月营收呢 尽管年增但是稍微的月减 那昨天呢股价呢 又拉到涨停板之后呢 今天做休息拉回 有没有关系呢 生技股的行情 营收好它就给你按赞 一段一棒跟着一棒来轮动 还可以持续看多到月底吗 因为有生技月 那既然IC设计就想问了 一样来问老师 营收也是很好好到爆 但股价是跌到 惨不忍睹啦 力望第二季营收7.9亿 再创新高 说上半年可壮一个股本 投信五连卖 卖600多张 创意部分呢 台积电的子公司 第二季营收年增68% 主攻5G AI 消费IC对他们的衰退冲击很小 但投信也是五连卖 卖了319张 股价都相对的弱势 老师我想问 同样是营收创高的 为什么生技股 就比较容易在这个阶段 受到资金的青睐 IC设计股呢 就稍微辛苦了 老师想第一个还是筹码 那最主要来说 可以看到说 生技股大家关注的比较少 对 大家认同度比较不高 对 熟悉度也不高 对 比较难 有新药 又有CDMO 甚至还有疫苗 还有衣材等等的 那当然大家这种 切入的门槛会比较高 所以可以看到说 只要说有好消息出来 股价就是可能会大喷一段 尤其是你拿到药证的时候 那时候药华要拿到药证 100多块先涨到420 是不是 最近营收出来 又从200多块涨到500多块 所以生技股是这样 它就是走一个比较长线 跟自己题材相关的一个格局 今天的核一创高之后 因为昨天有隔日冲 所以今天有点爆量 比如说今天量就比较大 今天就有点爆量 但是它以股价来说 它也算是比较在低档 对 这边就是要等待 美国衣材的结果 比较近的就是美国衣材 要大陆的药证 对 那你说药花药好了 譬如说6446 今天也是拉回幅度比较多 因为昨天看到营收 我特别说说 变成说2点多亿 2.77亿 对 就是有点月减 对 5月大概是3.5亿左右 昨天降到2点多亿 所以有点月减 那以它的股价来说 相对的比较高 所以我说要观察一下 那今天来说量是大了一点 那就看这个月线的支撑 先看月线的支撑 那如果说接下来 第一个月线有手 那投信的筹码没松动 那甚至如果下个月 营收跳到3亿多 甚至更好 我觉得药花药 还是会再走一波行情 好 投信看起来 目前这药花药来说 这十天应验是站在卖方的 对 买满多的 对 买满多 但是如果跟电子股来说 算少 当然 持股比例算少 因为毕竟以投信过去来说 他也不会买新药股 他绝对不会买新药股 你说买疫苗股 买仪彩股 隐形眼镜股 投信可能会吗 对 因为那个获利看得到 但是如果说你要叫他们买新药股 因为大部分都是亏损 所以今年比较特殊说 投信有在做避险 就买一些新药股 在做避险 那我们再看国光森好了 今天的国光森是股价表现最强势的 刚才讲到他的题材是因为 他们流感疫苗需求增加 六月营收是年增超过了六倍 是的 好的 我想国光森 技术面来说 他也是修正了一大段 近期来说 也是在做一个主体的阶段 昨天公布营收 突然跳那么高 对 然后他也说是因为排成的优化 对 那当然需求是增加的 所以我们持续还是可以观察说 未来他营收的状况 那以技术面来看 投信最近也是有小买 对 对 投信有小买 那你说MACD有背离 股价破低 MACD没破低 前阵子打到34块2 竟然MACD是背离的 技术面也算是一个比较强劲的走势 那今天比较不好就是今天跳空 那有点爆量 对 我们如果说看走势图好了 好 我看一下国光森剑的分子走势图 他自己大脚都冲上去了 一度要来挑战掌听板 但是没有锁 对 人没有锁是比较唯一的美中不足 那也是因为今天应该盘也是太烂了 对 真的大家都想卖股 不要大家都恐慌 那所以这个大量 今天如果说这个大量区域 如果说未来几天能够越过的话 我觉得是有机会走出一波的走势 今天的高点是41.7 对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 这高点的一个过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要保守一点 那当然在这个缺口的附近 比较下缘做个逢低的布局 分批布局都可以 缺口的下缘 老师认为其实国光森 因为以他们公司派的讲法 未来几个月的营收是颇乐观的 是的 因为毕竟有这个固定的流感疫苗 相关的营收贯注 所以老师认为是可以留意嘛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刚才包含了 国光森药华药合一老师的观察 那我们讲完升级股之后 来看一下我们昨天追踪的合一部分 合一昨天股价 供上去的老师说 是有隔日冲的干扰 今天拉回 那今天拉回如果说 可以有勇敢去买的人 他后面可以关注的题材是哪一些呢 我想还是最先看到是欧文101 我想大陆的药政 因为今天有量代表有人卖有人买 对 因为它是可以现充的股票 升级股可以现充满少的 对 那所以大家也很喜欢合一这样的股票 因为它比较灵活 可以当充操作 那当然我们昨天特别讲 那欧文101它在糖尿病毒的疗效是非常的好 那这个市场也是非常的大 全球的人口大概是好几亿人 到2030年又好几亿人 那它现在一条药膏定价一万块 是不是一个药膏定价一万 台币吗 台币一万块 一万块台币 对 现在还是处方业还没有健保 好怪喔 对 所以你说现在市场的知名度还不高 对 但是如果说拿着打 有用就好 没关系 对 进入了健保之后 我想这个知名度会打开 对 然后会用得更加的广泛 是 那甚至它有其他的适应药 如果说这么困难的伤口都能愈合 那你说一般的疤痕 一般的伤口 那这样 露疮等等 他们公司也在做这方面的新的适应证 那甚至在美国也找了一个Dr.G Armstrong 那个糖尿病族的权威来做推广 所以这是比较长的一个题材在 好 合一的观察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囉 那我们讲完这个生技股之后呢 生技股啊 营收创高的 股价有所表现 但IC设计股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 我们刚才讲到包含的力旺跟创意 营收表现都还不错 但股价就相对的弱势 老师 IC设计股现在出在什么样的问题 是大家对于未来包含了3C电子呢 展望比较保守的悲观看法之外 还是说筹码方面 依然是有一点点比较在这个空方 不利于多方来进攻 老想都有啦 筹码面也有啦 甚至来说 IC设计现在变夹心饼干嘛 那因为刚才赵丽也提到了嘛 你说上游的金颜代工 上游的材料要涨价 那台积电其实今年也要涨价 对… 它预估今年还是要涨价 那IC设计呢 它可有办法跟着涨吗 跟它下单的联发科 瑞育等等 就会被压缩嘛 那下游它又不接受涨价 所以你会变成说 现在IC设计变成一个夹心饼干 问题在这边 对 但是说实在话 你说PC NB 手机不好 其实大家现在都早就知道了 对啊 股价都跌成这样 我说实在真的是有点难过 我看起来真的是有点难过 你说这边手中有的 真的你要杀低吗 我是觉得说真的要忍耐一下 看不下去啊 不会要忍耐 就像说面板 报价那么烂 这几天也反弹嘛 对啊 对不对 那甚至你说美光说低润不好 昨天也大涨 所以这边就是 第一个市场心里筹码面 那当然产业面 它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 可是我们譬如看联发科好了 今年跌了五成好了 第一季也赚21块 2454 2454谢谢 第一季也赚21块 那你说嘛 我们说 2454 2454 对 好 有些单子被抽掉了 对不对 那你说今年六七十块 应该也是有吧 应该也是有啊 对啊 因为他们 这些大厂产能会去调配 联发科不止手机的晶片 它还有Wi-Fi 还有物联网 那你说六七十块 现在597块 等于比不到十倍 那甚至 好啦 讲实在话 你在这边套的 你配个几年 你可能 你的成本就降低了 对啊 一年配六七十块 对 一年配 他说这几年他也要高配息 对 那甚至你说网通的晶片 瑞玉 他近几年也开始切车用 那切入车用 那第一季也赚了十块钱左右 那以太的网络 甚至车用的 车用的一个 无线的一个网络的订单 那这都是未来非常好 所以你看到股价走势很弱 但是慢慢的也在做收缴了 说实在也在做收缴 对 硬要这么说的话 对 杀下来也是有量 那股价已经大跌了一大段 我觉得这边你就忍耐一下 等它一个反弹的走势 等反弹之后要做减码吗 对 反弹的减码的操作 有兴趣都可以加我们的LINE 好 反弹减码的操作 如果说 弹到哪里有压力的话 不清楚都可以跟我们微群老师 加一个LINE 身关齿无问题的 都可以请教微群老师 那这个刚刚就想追问一下 面板报价不跌了 那驱动IC呢 好的 去年我就特别提到驱动IC 老师你一直说就是要小心 对 但是真的跌到这边了 我觉得真的 可能 就可能 可能 她说已经 就已经跌到疫情前水准了嘛 比如说好 我们把2034的联勇 把它长线打算 疫情前在哪里 在这里 对 大概 我们再拉长一点 谢谢 拉长一点点 好 143是什么 8523的时候 对不对 现在是多少钱 278 278 那你说疫情前大概在这边 对 这边应该是200块左右 对 就大概220 30 对 所以这边我觉得 其实价格的修正 大部分已经说有点领先反应了 那这边来说当然 你说我们说实在 你说投信最近乱卖一些股票 竟然联勇没有卖 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护盘基金 对 因为它算是比较大的指数 对 基优股 对 那外资卖了7万张了 那KD其实都在低档做个顿化 所以这边你说面板指纹了 那 区东IC可能是下一棒 留意一下 对 因为他们未来会走蚝类嘛 对 大尺寸的蚝类或者车用的部分 好 那最后一档 全联部分跟记忆体相关的 这个美光老师说 看坏这个PC相关的应用 可是股价也止跌了 那全联部分怎么观察 其实他今天早上还有在红盘之上 对 最近其实都可以看到 这些大的指数的全脂股 都有人在做护盘 但是卖压太大又被打下来 对啊 那我们看一下筹码 其实投信就卖光光了 所以你看他群联来说 基本上少了投信这样的一个 最高杀低 那股价其实也大幅度的修正 那其实你说群联 他们未来都是切入了车用 对 那现在你说在低位的价格也好 Fresh价格的一个下跌 但是对他来说 反而是有好处 他可以买更低的库存 那我觉得股价大幅的下修 反而第一个 有的这边不要杀低 那还可以找机会 好的 有一些弱势股 反弹之后到底该怎么操作 大家都想问 不管是面板股 驱动IC记忆体部分 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韦群老师的大头 跟大家扫一下QR Code 办法持股问题 跟韦群老师请教 如果你的生技股有兴趣的 怎么样来掌握题材 也可以跟韦群老师来询问 我还会来聊一下 7月份我们台北股市 感觉又是风雨飘摇的前半月 期待的V转落空 到底反弹在等什么呢 大盘难道落底讯号还不够吗 但是投信感觉7月份转向了 上个月很强的包含了生技股 这个月转到了元宇宙 跟工业电脑了 但今天元宇宙跟工业电脑 这两个族群都下跌了 有没有关系呢 请问邓老师 休息一下 搜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昨天美国股市呈现 华丽V转台北股市 怎么没有等到V呢 一路的向南 台股早谈的时候说 有落底三讯号出现 难道还不够多 我们要等待更多的讯号吗 昨天台北股市价涨量增 融资本坡减肥百分之三十二 超越跌幅百分之二十四 照理说要谈 昨天电子全职货柜 也都有落底 可是就是担心产业前景 经济双退 股价涨不动 老师想问一下 大盘问题 等一下会老师用图 来告诉大家 到底要不要等待 更多的落底讯号呢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先来看了七月份的主流 有人说 依然是元宇宙跟工业电脑 还有光通讯航 台四大族群单纲 可其中工业电脑 晶片缺料环解加 无戒出上机的 第三季投信 很明显都在买这一块 振华店飞捷广机 红宝花旱 昨天投信都在买 但今天多数都有拉回 而且拉回的幅度很深 有没有关系呢 等一下请教邓老师 如果拉回支撑没破 投信还在买 可以勇敢的买吗 老师那我们先从大盘来问 这些指标都看到了 讯号都来了 为什么今天还是这么弱呢 好的 我想在今天 我在做图的时候 当时是杀到14042 那时候还没有破万分 对 那时候还没有破 结果到最后收盘就收13985 收在最低 大家心灰意忍 就是后面那个半小时 几乎是不计成本乱杀 赚的赔的都杀 昨天台北股市有出现了 388点的震荡 对 结果昨天我一看 融资才减1亿 对 很少 那今天可能会减多一点 继续减 那还有另外一种算法 也有可能就是投信在砍 投信在砍 所以变成说这一波大盘会跌到哪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8523到18619 这个整个大波段是涨了1096点 对 那么我算到14042 这个地方是已经回了4577 那事实上还要多 多个几十点 无所谓 大概4620几点 那也就是回了45%到46%之间 那么以黄金分割率 如果同学们有学过技术分析 回档通常会借一多 大概0.382 1分之1 0.383 大概就0.5 通常就是0.5是一个分水岭 对 如果说回超过0.618 那就不叫多头了 所以通常在0.5会稍微止跌一下 好 那0.5我稍微算一下会在哪里 13571 13571 最后的防守线了 0.5回档0.5 那各位去想 今天来到13984到1357 其实差几点 大概400点 如果像今天这样动不动跌360的话 那一天就跌完了 好 那第一个 大盘这一波跌下来跌了24.58% 那融资减了912亿 到昨天为止是减了32% 对 这个第一个讯号是融资减够了 对 好 但是为什么讯号还不够 对 因为指标没有任何一个交叉 再来人气指标股 台积电 联发科 鸿海 这三大全资股 只要互盘 或者是说自营商关股 买进这三档股票就够了 只要这三档股票不跌 那是不是大家就有信心 对 如果还在跌就没有信心 好 那还要出现什么讯号 各位来看 好 在8523这个地方 我现在用周K 今天是礼拜三还有两天 台北股市能不能到后面来个V转 留长的下影线 这里8523这里两周 这一周8523它的下影线是700多点 隔周是275点 好 各位来算 现在各位看这个礼拜很重要就是 开盘价在14237点 注意如果说今天的13985就是低点 收盘还有两天收周K 两天收周K收回14237 那么周线不就变十字线 下影线就有250点 如果像我讲的 如果再刹到0.5 下影线更长 maybe 再400点 假设到了13571再400点 然后又能够拉回来 收在开盘价 所以这个价格就是未来两天 你要特别注意的 如果能够收回到14237 开盘价附近 那这个下影线够长了 它就有这个讯号出现了 这个讯号就够了 那再来看什么讯号 台积电 联发科 鸿海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先看台积电好了 2330 台积电433没有破 对 今天是435 那我们都知道低点三天不破 对 就有机会了嘛 那大盘我们讲过下影线 对 14237 注意这个价格 然后呢 这未来两天才收周线 所以你要注意是14237 那个收盘价 好 然后这两天台积电 如果没有再破底了 那也是一个讯号 好 再来看2454连发科 好 2454也是没破底 597也没破底 对 也没破底 所以如果未来两天 这里没有破 你知道万一破呢 如果万一破 又能够拉下影线上来 收盘能够收上去 那也是OK 好 所以我们就是有两种情况 万一真的杀过头 就是人家失去 但他要拉上来 对 他能够拉上来 收OK的时候拉上来 那就过底盘 就OK 14237跟这个指标股 那红海我们也看一下 那红海各位 他995 除息之后低的995 也是没有破 对 没有破 那他禁止在100块 所以基本上 这三天 看到礼拜五 我相信都有机会 这是大家 也不用太恐慌了 其实再怎么差 我就顶多还有400点 好 那关键是在于股票了 对 人气指标 对 人气指标 你看这张字卡 跟昨天哪里不一样 只有这里不一样 昨天这里是写胡联 对 请问今天胡联强不强 我们看一下来 6279的胡联 6279的胡联 强不强 很强啊 为什么 那我为什么不讲胡联了 因为胡联 我已经讲过太多了 我今天要讲红海的原因就是 100块 来了 他竟然只在100 我觉得他是机会 他是机会 所以 那你说 他这里 这个礼拜 从6月27号到7月5号 外资卖比较多 是卖1万3 可是你发觉我这个箭头往上什么 是昨天买超 原本是卖了快2万张 昨天又买回来 好 你看 今天振华店是不是昨天 还原全职创高 今天为什么拉回 因为昨天有卖 昨天有卖 但是合计还是买超 但是有减少了 跟昨天比 如果说同学们有做功课 你昨天拍的来看 真的他数字有减少 还是买超 那代表什么意思 盘这么烂 他还是站在买方 但是昨天 创新高 人家卖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 获利调节 好 再来你再看 这个 有箭头往下叫 新汉 今天很强对不对 为什么会大洗刷 我们来看一下 823是新汉 今天是创新高 你如果 不管大盘 你这样看 你发觉 这根本是多头 一直在创高 今天创高 为什么要做功课 他昨天有卖 但是卖不多 只卖7张 但是今天创高 等于说你短多单 这里买的到这里 已经不得了了 从这边来算 就是我那天讲的 278这个地方 碰五十线 到今天的高点 算一算有24% 那请问 同学们24% 你会不会卖 现在24%一定卖的 现在不要24% 现在5%人家就要当充 格子充了 有24%人家当然会卖 可是这个关键是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一个群组是轮着涨 对 也就是说 昨天涨多了 郑华店 广基今天拉回 休息 但是建旱创高 新旱 还有 新旱建高 还有艾讯 你看 3088的艾讯 好 你看3088艾讯是往上冲 对 回来碰一下五十线 这个就是明俊刚才问的 这个族群 我觉得 一样是主流 对 那你买什么 我不要 就是拉回来买 你不要去追创高 拉回来就五日线 或是月线 你发觉 他就撑在那里让你买 对 好 那今天各位来看 我说有3D的有威强店 就是不在地域尽职的 那么今天拉回不就是机会吗 是 那我们看302的威强店 302的威强店 今天也是拉回 请问 这个现行跟大盘看起来哪里不一样 比大盘强 强多了 他是不是这里整理完 然后回来就是给你买 因为我的净只有47.77 所以你在这里买不就是机会 只是现在投资人不敢买 走到不去 对不对 因为盘在跌 但是就是因为盘在跌 你才知道说选股的差异性 你买这个安全 你空手的如果你有资金 你也可以买这种股票 最主要你是不要买融资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你真的有买融资 维持率又很危险 怎么办 怎么办 买这种不会跌的股票还会涨 你维持率不就提高了吗 懂 一种是你把它补成现股 对 对 当然我们是买不会跌的 对 呼吁同学不要再做融资 你真的做融资 现在又面临说会被追缴 但是你有一点点现金 你不够融资补成现股的时候 怎么办 买这种不会跌的股票 融资维持率就可以撑住了 hold住了 好 那你看 昭辉 广华 KY 地保 这三档 总共有四档 都是股价低于禁止的 对 而且机器低 好 我们来看1338的广华 你看 1338的广华 它虽然今天也拉回 可是你知道它禁止在80.2 对 老师有说过 也就是说你空手了 你反而可以买这种很安全 包括1339的昭辉 1339的昭辉 提醒大家这边插播一下 如果说对于这些3D个股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邓老师的大头娃娃 少下QR CODE 除了拍下戏剧之外 老师一档一档的这个技术线型操作 里面会跟大家来做分享 大家介绍一下LINE 好 老师继续 好 1339的昭辉 各位看这个盘强不强 强啊 强啊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浓缩 我说从18619到现在跌了多少 大家一算就知道 完蛋了 跌了4700点 对不对 那你看18619一月份 它还在这里 对 你就看它是在垫高 好 包括6605的地堡 好 6605的地堡 今天也修正得很好 为什么 今天它一根大长黑 我反而很高兴 为什么很高兴 如果移标可以把它移到5月31号 好 移到5月31号那一天 对 这一天 5月31号 低点在哪里 低点就是在68.2 68.2 今天就是利手 可是你知道吗 5月31号到现在 大盘跌了2800多点 它只是回来测这个整理的平台 对 而且这还没有公布6月营收 对 它不是空手让你买吗 因为它净值在88.23 所以它这个是第二次的绝佳买点 如果之前这一次我跟你讲 你没有赚到这一波的 而且高档我有叫你拔档 对 现在可以买回来 对 这样正是个机会 AAM族群六月营收 好像都还没有公布 对 但应该